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大陸是現在世界上人口最大國 印度呢 被說是怎麼樣呢 緊追在後面的 大陸的發展的過程當中 中印的關係 可以說是相當微妙的 因為呢 印度一直呢 想要超越中國大陸 美國呢 看到雙方的確有一些矛盾在 不斷的在拉攏印度 譬如說 要組四方安全聯盟跨的嘛 最近呢 中印的關係 卻是緩和的不少 不管呢 是針對俄羅斯的態度啦 印度可以說是甩的怎麼樣呢 甩了拜登好多的耳光啊 另外呢 在中印的邊界上 中印也希望能夠管控分歧 所以您認為呢 印度是不是應該要務實對華 那不要呢 跟著中國大陸小摩擦 都放大等等的 應該都要找到解決的辦法 才是著眼於國家整體的利益嗎 來聊天室 寫下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 以及按讚 我們首先來看到呢 這個是法新社 13號有一則消息 被呢多家的印度媒體的高度關注 也就是呢 大陸的科考船 來看到的是遠望5號 它已經獲得了斯里蘭卡獲准 可以停靠到該國的港口 時間說 從8月16號到22號都可以停靠 我們來看到為什麼會引發討論呢 這是因為在本月5號的時候呢 來看看喔 也就是呢 這個遠望5號 它從中國大陸的這個地方 就是江陰港出發 原本計畫喔 它其實就是要靠港 11號來到了 是斯里蘭卡南部的漢班托塔港 但是印度呢 就開始媒體有炒作說 印度政府很擔心啊 這個遠望5號 長這個樣子很漂亮啊 他說這遠望5號 可能要從事是有損印度安全利益的 監控活動 是間諜任務啦 所以因此它就向靠港的 這個斯里蘭卡這個地方 提出了抗議 但是呢 遠望5號這個船呢 是中國大陸自主所設計研製的 第三代的航天遠洋測量船 是中國大陸海上呢 控制網當中的主要的主力 而且呢 來看到已經完滿的 圓滿的完成 像是神舟任務啦 嫦娥啦 北斗跟天問為代表的 海上測控的任務 好 那你來看到 這個明明就是一個 相關的科考船嘛 但是呢 印度的新德里電視台 NDTV 他6號引述了 匿名人士的說法說 說啊受到了印度的巨大壓力之後呢 斯里蘭卡要求中國大陸科考船呢 無限期的推遲 到港的停靠補給的計畫 但值得注意的是 這件消息傳聞出來的時候 就根本都沒有得到 斯國的官方證實 而且呢 斯里蘭卡來看到 國防部的發言人 他曾經就出來辟謠 說呢 有一些船隻定期往來啦 印度啦 大陸 日本跟澳大利亞 根本就不值得大驚小怪 意思就是 印度媒體啊 你不要想要挑撥呢 斯里蘭卡跟中國大陸關係吧 另外再來看到 最後的時候 斯國真的是完全不甩印度的抗議 來看到呢 斯里蘭卡他就核捲了 大陸的測量船靠港 那這事呢 來看到根據法新社13號的報導 表示說 斯里蘭卡的港口負責人呢 叫做尼馬爾 希爾瓦 他告訴了法新社 他說呢 自己已經收到了 斯里蘭卡外交部的一個許可 表示呢 這個遠望5號 本月的16號到22號 都可以停靠到 該國的漢班托塔港 他說我已經收到外交部的許可 我們將會和船隻 指定的當地代理商的合作 確保港口是暢通的 這個消息 當然印度是高度關注 因為他指控人家是間諜嘛 是要情搜等等的 印度新德里電視台呢 NDTV 還有呢 印度時報 還有印度經濟時報等等 多家印度媒體就開始關注了 但是在這些報導當中 這些印媒 還是不斷的炒作 所謂印度好擔心好擔憂啊 說這個遠望5號呢 是間諜船 因此呢到訪斯里蘭卡 可能就會對印度方面的軍事設施 進行監視等等的 大陸真的要監視印度的話 真的可以也許不用派到 這個地方那麼近 其實 北斗也蠻強的 另外呢 這個印度呢 這個陸媒也說 印度這個說法被指引 你是無中生有嗎 站不住腳 這是來看到是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 這個遠望5號科考船 進行了遠洋科考的活動啊 符合的是國際法還有國際的通行的慣例 完全不影響任何國家的安全 還有經濟的利益 他還說呢 這個大陸跟斯里蘭卡是友好的禁鄰 而且中國大陸對斯里蘭卡 當前的經濟啦 社會的困難等等的 都是感同身受 其實呢 早在本月8號的時候 汪文斌第一時間就對呢 遠望5號做出了明確說明 他怎麼說的 他說第一啊 斯里蘭卡是印度洋 重要的交通樞紐嘛 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這些科考船 曾經多次都到斯里蘭卡進行的停靠補給 你看他就在這個地方非常重要啊 另外呢 中國大陸也一直呢 合法行使公海自由 充分尊重的是沿海國 還有呢 他管轄海域 斯里蘭卡都同意了 然後印度在管別人的事情嗎 另外呢 再來看到他說 科考活動的管轄權 這是屬於斯里蘭卡的吧 第二點呢 斯里蘭卡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有權呢 根據自身發展的利益 跟其他國家發展關係啊 中私之間正常開展活動 就是兩國自主的選擇 符合的是雙方共同的利益 完全不針對第三方 有關方面呢 用所謂的安全關切 唯由來撕壓斯國 完全沒有道理 在斯國現在面臨是經濟啦 政治困難的狀況之下 粗暴的干涉 斯國正常的對外關係的交往 就是趁人之為 然後呢 再有為國際道義 還有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等等的 中國大陸敦促有關方 要理性看待 中國大陸科考船的活動 停止干擾中私的正常交往的合作 印度啊 其實是在地緣政治上 對於斯里蘭卡 真的有很大的影響力 來看到這個地方 地理位置 印度跟斯里蘭卡非常近嘛 因此呢 斯里蘭卡跟印度可以說是隔海相望 兩國有非常密切的經濟跟文化的聯繫 因此在基礎上 印度對於斯里蘭卡的內政的干涉程度 不容小覷 最近呢 斯里蘭卡的民眾反印度的情緒 也是頗為高漲的 譬如說來看到呢 在斯里蘭卡七月不是有抗議活動當中呢 反對印度的口號非常的普遍 說什麼 不要把國家賣給印度跟美國啦 印度聽好 斯里蘭卡可不是你們一個幫 印度不要對斯里蘭卡趁火打劫 等等的聲音 這個時候呢 看到斯國就是無視於印度的施壓 准許了遠望五號 靠港狠狠打臉的印度 最近幾年呢 印度可以說積極的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嘛 譬如說在安全上要圍堵中國大陸 在經濟上被說要打壓中國企業嘛 最近就傳出來印度要瞄準呢 大陸手機要醞釀新的禁令 迫使呢 大陸智能的智慧手機 這些公司退出千元以下的低端手機的市場 但是多家的印媒分析 印度自己本土的手機能力 根本沒有辦法去填補大陸手機 退出之後的市場的空白啊 另外呢 美國媒體也刊文說 說儘管印度擁有很多優勢 並且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 但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 印度是不可能取代中國大陸 在全球的製造業供應鏈當中的地位 好 再來看到印度總理莫迪呢 15號在印度獨立日的談話當中 說我們印度的目標 就是在25年後成為發達的國家 被說莫迪制定了超越大陸的 百年奮鬥計畫的目標嗎 因為他說25年內 必須讓印度成為一個發達的國家 面對前面75年 再加上未來的25年 剛好就是100年 好 莫迪說呢 2047年也就是印度獨立100週年之際呢 印度要成為一個發達國家 而這個百年目標呢 比中國大陸還早了兩年 您覺得大陸會輸給印度嗎 印度有可能趕上中國大陸嗎 來聊天室 我們一起來互動一下 那我們先插體補充一下 大陸其實也有第二個百年目標 實際分為兩步走 第一步走呢 來看到是2020年到2035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呢 再奮鬥15年 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第二步來看到就是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夜 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之上呢 再奮鬥15年 好 來看到吧 中國大陸建成富強民主 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好 那印度說2047年要成為一個發達的國家 比中國大陸目標還早了兩年 真的有可能達成嗎 引發大家好奇 尤其印度其實為了自己的紀念日 第75個獨立日 宣布了首艘的國產航空母艦 維克蘭特號 最近其實已經開始服役了 但是相較於其他國家 已經服役的航母 維克蘭特號 被說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需要解決 譬如說它的艦載機 到現在都沒著落 你就是有一個空殼而已 沒有艦載機 那有什麼戰鬥力呢 而且還缺乏了包括 潛艇 驅逐艦 護衛艦 在內的帶刀 護衛 你通通也都沒有 而根據印度方面的消息來看 它最少還需要18到20個月 甚至要更長的時間 才可能全面投入來使用 因此來看到 印度首艘的國產航母 維克蘭特號 採用的是以色列四正面的 相控陣雷達 具有3D對空監視 還有搜索的功能 同時還可以多目標的追蹤 還配備了全球三大先進 重型的建用燃氣輪機之一 LM2500燃氣輪機 總軸馬力達到了16萬馬力 雖然印度首艘的國產航母 維克蘭特號即將服役 對於印度的海軍意義 可以說是十分重大 但是它被說是待病服役的狀況 反而可能會埋下更多的安全隱憂嗎 而說到了印度務實對華 來看到美國真的很愛拉著 盟友來違抗中國大陸 但是美國被說你國際號召力也不足了 比如說台海局勢更是中美實力展現了照妖記嗎 美國嘴巴說好挺台灣 但自己也強調一中政策不變的 大陸更表示目前可是有170多個國家 跟國際組織重申支持一中 在國際現實上 美國自己都不敢挑戰一中了 拉印度抗中又會成功嗎 我們來聊天室一起互動 儘管美國拉著印度參加相關軍演等等的 但是印度也針對台灣議題表態了 印度表示堅持的是一個中國原則 是沒有改變的 敦促各方要保持克制 根據來看到路透社當地時間12號有報導 在被問及印度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上立場時 印度的這一位外交部發言人阿林丹巴奇 他針對台灣問題表態 他說印度相關的政策 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貫的 這無需重複 印度就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政策立場 沒有改變 還補充說 來看到印度敦促各方要保持克制 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做法 另外路透社則是提到 2020年6月中印邊境有發生的衝突 邊境地區的局勢變得蠻緊張的 中印兩國關係也處於緊張的狀態之後 雙方進行了緩和局勢的軍事跟外交的談判 但是雙方的兵力部署呢 現在還是蠻高的 來看到根據的是美國有線電視新網CNN呢 他有特別報導說呢 8月7號的時候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 美國跟印度啊說要在今年10月舉行 所謂叫做準備戰爭的聯合軍演 這個演習地點好巧就故意嗎 要挑在距離中印邊境的爭議地區 實際控制線只有95公里左右 你看美國要拉著印度 故意刺激中國大陸嘛 印度的右衣媒體 Republic World 他還特別補充說 這個舉行軍演的確切日期告訴你啦 就是10月14號到31號 這個媒體還聲稱說 這個演習的地點選擇在實控線附近 就有重要的意義 同時也強調說到目前為止 中印兩國呢 其實已經舉行了16輪的高級別軍事會談 並且在一些摩擦點上 緩和了中印的緊張局勢 今年以來呢 中印雙方已經進行了第三輪的軍長級會談 其中來看到就是包括了 1月12號中印舉行第14輪的軍長級會談 3月11號中印舉行第15輪的軍長級會談 最新的就是7月17號 舉行的是第16輪的軍長級會談 除了軍長級談判之外 中印的高級官員 今年也可以說是多次進行了接觸 譬如說今年3月25號 大陸國務委員間外長王毅 在對印度進行工作訪問期間 就在新德里分別會見了什麼 蘇傑森外長啦 還有印度的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 王毅也說 作為成熟理性的發展大國嘛 中印就要把邊界問題放在雙邊的適當位置 不應該用邊界的問題來定義 甚至影響到雙邊關係的整體發展 好 王毅都這麼說了 那今年的7月7號呢 王毅在巴黎島不是出席了 G20的外長會議期間 也跟印度外長蘇傑森時見面強調 我們今年3月以來 中印雙方保持的是溝通交流啦 有效的管控分歧 雙邊的關係整體呈現是恢復的態勢 我們需要用實際的行動 把兩國的領導人互為合作夥伴 互不構成威脅 互為發展機遇的重要共識落到實處 推動是雙邊關係能夠早日重回正軌 好 其實來看到印度 現在也用了人民幣來進行交易 這是蠻有趣的 今年來看到美國的CPI 高達8.57%的時候 美元要失去的霸主地位嗎 根據路透社有報導 印度企業用人民幣跟阿聯酋的 像是迪拉姆代表 阿聯酋 迪拉姆來進行替代美元 用於向俄羅斯採購煤炭 那路透社從一份海關文件當中發現說 印度各大企業居然正在用人民幣 還有阿聯酋 迪拉姆在內的多國貨幣 向俄羅斯大量來購買煤炭 還有石油這些工業的原材料 報導指出 來看到俄羅斯從七月開始 已經成為印度的第三大的煤炭供應方 其中印度的鋼鐵還有水泥的行業 就是從俄羅斯採購能源的主力 六月份的時候數據顯示 在不使用美元支付的貿易訂單當中 印度使用人民幣交易的款項 佔了總交易的百分之三十一 港幣有百分之二十八 歐元四分之一 阿聯酋的迪拉姆則是佔了六分之一 說到了美元會不會慢慢的怎樣瓦解了 而且美國的金融霸主的地位 也要慢慢這個磚頭被拿下來 骨牌要倒光了嗎 來看到的是 這個美國財政部的數據又顯示 六月的時候 大陸持有美國的國債降到了多少 降到了九千六百七十八億美元 減少了一百三十億的美元 非常多 已經是連續七個月下降了 為二零一零年五月以來最低最低的水平 提到了拋售美債 來看到沙特 沙烏地阿拉伯 從去年六月也已經持續大幅的拋售 百分之三十八的美債 全球主要的石油股 其實對美債的打擊 對於美國經濟衝擊也不少 截至六月底 石油美債最多的國家 還是日本大陸位居第二 那現在基於龐大的市場規模 美債一直以來都是全球債券市場的 主要的交易品項 那有分析又指出來說 伴隨著全球通貨膨脹 還有經濟衰退這些隱憂 美聯儲大規模的升息 而投資者持有美債的風險不斷的提高 因此收益率才會相對的疲軟 難怪各國都在減持美債嗎 另外不只是美債 美元霸權 還有現在美股也被看空了嗎 來看到是當地時間十五號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披露一件很重要的文件顯示 在第二季度的電影大空頭的原型人物 叫貝瑞 他幾乎把他的投資組合 怎麼樣 拋售得一干二進 之前他曾經有警告說 一場大規模的市場崩盤 即將要到來了 上週美國股市不是有反彈嗎 達到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好多人都說美國經濟沒有衰退 非常好 股市很好 但是像是NASDAQ指數 比六月中旬觸及的低點 還上漲了百分之二十 難道已經結束了 從2008年以來持續一段時間的 所謂的熊市嗎 但是剛剛說了 貝瑞他可是告誡了投資者 不要對最近的美股反彈太過高興 因為截至三月底 貝瑞的對沖基金公司 他們就有發現 投資組合包括了11支的股票 價值1.65億的美元 因為貝瑞其實一直都不很看好市場 不斷的減持 削減他的投資組合 去年第三季 他把所有持有的股票 從20支縮減到6支 在三個月內 把他的價值 從1.4億的美元 降到了4200億美元 這麼多 寬小貝瑞 引起 花幟 貝瑞 展示 破舊 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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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貝瑞 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